所以熱力學第二定律基本上它講的是亂渡 亂渡 也就是去判別一個化學反應 或者是物理變化 任何一個自然界裡面發生的現象 它是不是能夠自發 是不是能夠自然的發生 所謂的自然發生就是 它不需要任何的外力去逼迫它發生 它自然而然就會發生了 比如說你們自然而然就回家就會念熱力學這個定律 是不是自發 應該不是 所以需要老師的外力批破 是喔 好 所以一個反應是不是自發跟亂渡有關 那這個亂渡 我們從圍寬的角度來看的話 它是一個散亂的程度 那散亂的程度怎麼去定義 它有越多的微狀態 所謂的microstate 它有 它就會有越大的可能性 好 所以跟microstate有關 那 當一個delta s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提過嘛 universe 整個宇宙 還有呢 宇宙當中包含了我關心的系統 以及其他周遭的surrounding 所以整個universe的亂渡變化 它又可以等於我的system的亂渡 以及surrounding的亂渡 整個universe 它的亂渡一定是永遠是大於零 如果是大於零的 它就是可以自然自發的 自然發生的 好 所以是大於零 必須要大於零的話 它是一個spontaneous 也就是自發的過程 好 所以 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最高指導原則 就是這一行 這樣 有沒有懂 懂 第二遍了 好 第三遍 第三遍 等一下再講 好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有舉一個例子嘛 就是 從水 從水要變成水蒸氣 或是水變成冰 你從這個例子來想 好 那 譬如說以水來講 它從一杯水 好 然後要揮發 變成水蒸氣 水蒸氣 那假設它是在一個密閉的空間裡面 好 如果這裡面我們那天舉的例子18ml 所以10也可以 舉個例子而已 好 那如果這整個密閉的空間是30L好了 那當它從水揮發變成水蒸氣的時候 亂度變大變小 亂度變大 亂度變大 我們所謂的positional 的亂度 positional entropy 你從每一顆水分子來想好了 當它還是液體的時候 它能夠 它能夠自由來去 它能夠所處的空間 只有這一個部分嘛 只有這18ml 好 好 趕快就做齁 我們再講第二遍了 很重要 好 但是當它一旦揮發變成水蒸氣了之後 它是一個水分子 那水分子它可以 水分子的氣體 它就可以自由的在這個30L的這個空間裡面 自由的來去 對不對 所以它的位置上面的亂度是不是增加了 好 它也可以在這邊也可以在那邊 到處都可以嘛 所以它的微狀態很多 它可 我們 它每處一個位置 它就是一個微狀態 對不對 好 所以它的微狀態變得很多 所以 從liquid 水的液態要變到水的氣態 現在 現在系統是誰 系統 我們不是說有system 有surrounding嗎 系統就是我現在關心的東西 我現在關心的是水 那水就是我的體系 system 所以就體系而言 它的delta S 是增加還是減少 亂度增加啊 所以它是增加嘛 好 所以對水而言它這邊是大於0 對不對 那對surrounding而言呢 surrounding而言 小於0 怎麼看 跟什麼有關係 system它要做這件事情 從litter到 從liquid到gas 它是一個什麼過程 吸熱 所以 對surrounding而言 它熱流動的方向是怎樣 蛤 它失去熱嘛 因為它把熱供給system了 對不對 好 所以 surrounding它的 它的大小跟什麼有關 嗯 是不是跟熱的流動的方向 也就是跟delta H有關係 對不對 嗯 好 然後呢 跟它正負號咧 如果現在是 對system來講是一個吸熱的過程 那system的吸熱的話 delta H大於0還是小於0 大於0 對system來講是大於0 但是我們現在如果要考慮的是 surrounding的entropy的話 那surrounding的entropy是變大變小 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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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前面要加一個負號來確認這件事情 ok 好 好 然後這個surrounding它的這個熱的流動 還跟什麼有關 溫度 還跟溫度有關 好 好 所以我們把這個式子再整理一下的話 delta S的universe 就會等於delta S的system 然後呢加上這個term 把它寫好一點 好 那麼變成說 是要這個term 大於0的時候 它才會自然發生 好 這件事情能不能理解 為什麼又跟溫度有關 看 如果從熱力學這種 比較科學的敘述難以理解的話 好 我們來舉一個比較生活化的例子 好了 沒有我們今天沒有要舉感情 我們要舉金錢 因為其實你把能量 就可以當作物質界他們的資產 他們的金錢 好 所以我們從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金錢 來想像一下好了 如果說現在有一個 1萬塊錢的資金好了 美金 新台幣 好 給你1萬塊也高不高興 手舞足道對不對 那 給 把1萬塊拿去給那個 經濟很困難的人呢 超高興 可能他們整個那個 整個狀態通通都改變了 造成了他生活的戀衣震撼 那把1萬塊給一個富翁呢 那種千萬億萬富翁呢 沒差 沒差吧 無感 對不對 如果他資金是億萬資產的話 你給他1萬塊他 喔好 可能他根本完全就沒有感覺 對他生活中的那個震撼 是很小的 好 那所以我們可以從這邊去比你 好 如果說他的這個 這個Delta H 他這邊是焦耳 你對一個低溫的體系來講 比如說 給他100焦耳好了 但是是在一個10K的體系下 跟100焦耳 但是是在一個100K的體系下 你看 他所造成的效應 或是說 他所造成的亂度的變化 的大小程度是不一樣的 好 你看這個100除以10大概是 你造成的亂度的是10 但是呢 這個在100K下 造成的亂度的變化只有1 好 會有程度上的差別 就像你把1萬塊給我 我也會很高興 我也會這樣 好 但是給 把1萬塊給郭台銘好了 他說你給我在幹嘛 好 好那個 所以 所以從這邊你可以去想像一下 去體會一下 Surrounding它的亂度的變化 跟熱的流動的方向有關 它的正負號 正負號跟ΔH的大小有關 跟它是一個吸熱還是放熱有關 但是我們一般在指吸熱放熱的時候 我們之前在第一定律的時候 有講到 它是以System的角度出發的 好 所以你要去Justify這件事情 當對一個吸熱反應來講 其實對於Surrounding是 它是失去熱 所以它的亂度是變小的 其實是變小 因為它的那個Random Motion 因為它失去熱了嘛 它把熱給了System 所以它本身這個Surrounding來講 它是失去熱的 一旦失去熱了之後 它這些Surrounding的分子 它們那個散亂程度 或者是熱 它分子的那個 那種Random的Motion 是不是就變小了 因為跟它的動能有關 好 所以變小的話 它的Entropy是減少的 那所以我們前面這邊會有一個負號 去確保這件事情是對的 就是當這個是 對一個吸熱反應來講 對Surrounding來講 它的Entropy是變小 所以前面有一個負號 好 然後呢 又因為它跟溫度有關係 溫度對它整個Entropy變化的程度 是不一樣 不一樣的溫度下 它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邊有一個除以T的這個項 好 好 這樣有沒有比較懂了 好 所以這個是第二定律 它在講的事情 那必須整個要去 要去Justify 或是去確認這一個過程 它是不是一個自發的話 記得要從Universe的觀點來看 你要從一個大的Picture 你要把同時把System 跟Surrounding一起考慮 那當然 從我們熱力學到現在 有沒有發現 我們常常一個式子 其實都是互通的 但是會常常移向移過來移過去 對 但是你只要知道它怎麼移的 它的來龍去脈的話 其實就不難理解 好 那所以當然像這邊的話 我們也要秉持傳統 要繼續移向一下 好 來 怎麼移 看起來有一個東西在分母 看起來不太順眼對不對 我把它移向一下 把那個T消掉 那怎麼消 就是左右同乘以T嘛 對不對 左右給它同乘以T 那所以就來一個怎麼樣 TΔS 等於TΔS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再來 -ΔH 好 OK 或者呢 我們來一個 把H變成是一個正的好了 就是它讓這個東西 它是跟EnthropyChange的符號是一樣的 就不要一個正一個負這樣轉 所以那就把H換成正的 那把H放到前面來 好 那這邊呢 這邊負好 這個看起來好像還不錯的樣子 但是每一次都要寫-TΔS Universe 有一點麻煩 所以就給它一個新的名稱好了 蛤? 自由能 對 好我們就給它一個名稱 叫DHG 因為是一個叫Gips的人提出來的 所以叫Gips Gips Free Energy 吉布斯自由能 好 那所以我們得到了一個式子 因為其實是應該要以整個Universe來考慮 但是呢 為了偷懶 就是為了方便起見 一致性嘛 既然熱力學第一定律說要從System的角度出發 以System當作主角 所以呢我們就把第二定律也給它換一個形式 讓它的ΔS也是以System當作主角 我們就要System的觀點來看 好 所以經過這個式子 你把它這樣子換一下之後呢 這個式子裡面出現的 entropy change是誰的 就只有System的出現 好 好 所以這邊啊 因為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entropy了嘛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把這個System 把它就消掉了 反正大家就知道這個ΔS指的是System的Entropy Change 好 所以 這個式子 非常重要 好 你從這邊就其實就是從熱力學第二定律 它最原始的那個中指來的 好 經過稍微一項調整之後 我們可以得到ΔG 等於ΔH-TΔS 要不要唸第二遍ΔG等於ΔH-TΔS 第三遍的話有沒有唸 G等於ΔH-TΔS OK 好 所以這邊的ΔS指的是System的Entropy Change 好 然後呢 這邊的ΔG 跟ΔH 它是 這邊是一個正的 不是負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 什麼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這個反應可以自發 跟什麼有關 啊 變成是怎樣 ΔG 記好喔 ΔG要大於0還是小於0才會自發 變成是小於0喔 如果ΔG是小於0的時候 它會是一個自發反應 Spontaneous 好 非常非常重要 ΔG 要小於0的時候 它是 它才能確保它是一個自發的反應 那如果ΔG 大於0的時候呢 非自發 但是反方向是自發 就這個方向不是自發的 那表示你從另外一個方向過來的時候 它變成是一個自發的 好 好 那ΔG 小於0的時候是自發 好 那ΔG 小於0的時候是自發 因為都一樣 那這個時候我們說它是達到平衡 是處於平衡 你可以把它想成 如果等於0的話 它往左也是自發 往右也是自發 兩邊這樣子走 它是處於一個動態平衡的狀態 好 OK 所以是平衡 沒問題喔 那我們用PTT來看 好我們再回顧一下 那我們現在在講的 跟課本上對應的章節 是在第10章的部分 好 那我們會提 我們這邊已經都提到了 那個一個反應的自發性 跟哪些因素有關 好然後跟它的微狀態 Entropy跟微狀態之間的關係 還有Entropy Change 以及熱力學第二定律 那我們剛剛跟大家提的是 自由能 Free Energy 跟自發性之間的關係 好 那 溫度 對自發性的影響 好 我們再用PPV 再回顧第三遍 好 剛剛黑板上講了第二遍了 你看 不厭其煩 好 Entropy 再複習一次 Entropy跟一個體系 它的亂度有關 跟它的Disorder 它的散亂程度 那當亂度增加的時候 我們說Delta S大於0 亂度減小是Delta S小於0 那這邊是上個禮拜講到的 跟它的微狀態有關 好 你把一個法打開的時候 為什麼最終兩邊的壓力會相等 跟它是一個自發的傾向有關 那為什麼自發 跟它的位置上的亂度有關 因為它必須要 氣體都到另外這一邊的時候 它的機率是最大的 它的微狀態的數目是最多的 好 跟這個有關 這邊有一個 看好 就是那個 Entropy 它的微觀下的定義 The more ways a particular state can be achieved the greater the likelihood or the probability 就是機率 of finding that state 這個是我們舉的例子 它可能排列的狀態 好 回顧一下 熱力學的第二定律 對任何的自發過程 它對整個 universe的 entropy 永遠是增加的 OK The entropy of the universe is increasing always increasing 好 熱力學第一定律講的是能量守恆 能量不會被創造或者是被毀滅 它只是在不同形式之間流轉 The total energy of the universe 是定值 是constant 但是the entropy is increasing 好 這個是我們剛剛講過的 universe要從system 加上surrounding 一起考慮 來決定這個過程 是不是自發 所以你不能光看system本身 即使system它是小於0的話 它還是有可能自發 如果外界surrounding這邊 是大於0的時候 就是你這兩個term 要同時一起考慮 那同時考慮的時候 它最後的entropy universe的entropy 是正還是負 又跟surrounding 它這邊這個項 所處的溫度有關 比如說這邊是負的時候 這邊如果是正 這邊負如果這邊 一正一負的時候 那你要看它這個 這邊是正的 它所處的溫度的大小 如果它正的程度 最後負delta h 除以7的這個項 沒有pk過它的時候 那這個universe 可能就還是小於0 但是如果這邊正的 它所處的溫度是低的 那它就有可能把局面扭轉過來 它就有可能讓這個universe 變成是一個自發 ok 所以從水的例子我們知道了 跟delta s的surrounding 它的正負號 跟熱的流動怎麼流的有關 跟怎麼流的有關 那麼它的大小呢 就是跟它熱流動的量 資金流動的這個大小 除以它本身原來所處的溫度 如果越低的時候 那你稍微有一點熱的流動 對整個surrounding來講 都是一個蠻大的改變 但是對一個本來就所處的 是在一個很高的溫度的時候 你給它一點點能量變化 其實它感覺不是很明顯 它對於它本身這個surrounding 它造成的那個震撼的程度 其實是不大的 ok 所以跟溫度有關 溫度在這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一樣的事情 所以從這邊有沒有看到 對一個delta h小於0 delta h小於0的時候 surrounding是大於0 因為它從系統放熱給surrounding 所以對surrounding來講 它是得到熱了 得到熱就會增加這些surrounding的分子 它的random motion 所以它的亂度是大於0 對於吸熱反應的話 surrounding是負的小於0的 所以我們前面會在整個式子 會加一個負號 來確保這件事 所以那個entropy change surrounding entropy change的話 它的大小是heat 熱流動的量除以溫度 那前面加負號 所以這上禮拜跟大家講到的 對於一個在低溫下 你給它熱的話 就像是雪中送炭一樣 它造成的那個效應是很大的 那但是在一個比較高溫的環境下 你給它一些熱量的話 其實影響不大 你可能只是一個頸上添花的動作 好 這個比喻就是這樣 所以 再次以水的例子來看的話 從液態要到氣態 你看嘛 從液態要到氣態 它還在100度C以上的時候 它是自發還是非自發 是自發 但是在100度C以下的時候 叻 變成是非自發 對不對 那跟什麼有關 ΔH一不一樣啊 一不一樣 一樣啊 所以是哪一個因素在決定的 溫度的這個項在決定的 所以這邊有一個列表 如果都是正的的時候 沒問題 那它一定是正的 一定是自發 如果兩者都是負的的時候 那一定是負的 那也沒有意義 那特別需要考慮的是 當system跟surrounding一個正一個負的時候 那就是看哪一個term比較dominate 哪一個term比較大 絕對值比較大 好 那哪一個term比較大跟什麼有關係 就跟溫度有關了 最後決定的關鍵是在溫度 這我們上個禮拜看過了 沒影響 再看一下 所以一個放熱反應 它能不能確保它是自發 不行 好 你還要看什麼 比如說 水 的結冰 是放熱還是吸熱 放熱還是吸熱 水結冰 是放熱嘛 水結冰是放熱 但是在零度以上 水結冰 是不是自發 不是 好 所以你去想一下這個觀點性 好 放熱不能保證這個 這一個反應一定是自發 你還要看它所處的溫度 來決定 好 那當然也是一樣 對於一個體系 它的 它的亂度 是增加的的時候 能不能確保它是自發 也不行 譬如說 the melting of ice 冰的融化 冰的融化的話 它亂度增加 從固體變到液體 它亂度增加 但是它是不是自發 你要看溫度 對不對 如果它是低於零度的時候 它是自發 但是它如果高於零度的時候 是非自發的 好 所以你光看體系 system的 的 entropy 喔 不是 轉過來 所以對於system 它的亂度的增加 不能確保它是自發 對於一個體系 它是吸熱放熱 它如果是放熱 也不能確保它是自發 你一定要兩個因素 同時去考慮 還有考慮它當下所處的溫度 最後才能決定它是不是能夠自然發生 所以它是一個 考慮上你要combination 要把這兩個因素結合起來 一個是它的放熱性 一個是這個體系 它本身的亂度的改變 兩個因素 就兩個term 兩個term 就是system的entropy change 還有surrounding的entropy change 那麼surrounding的entropy change 又等於-delta h除以t 剛剛黑板上寫的 所以就基本上 就是這幾個因素在決定 好 所以 從這邊我們又賦予它 另外一個新的 新的熱力學參數 叫做g的 這個 在1800中 那個中期的時候 gips viller gips 它決定了entropy entropy entropy之間的關係 在定溫定壓下的時候 g等於h-ts 或者是另外一個寫法是 delta g等於delta h-tdelta s 這是它最原始的定義 但是我們從實際上 在量測上 你沒有辦法去決定 絕對值 我們通常是決定它的改變 某一個量的改變 就像我們通常一個化學反應 我們不去說它的 它的熱含的絕對值 而是說它的delta h 它的改變量 所以這邊也是 我們比較常出現 比較常去探討的是它的改變 free energy的改變量 ok 好 那從 gips energy 自由能也可以去決定 這個過程它是不是自發 那符號的話是 delta g小於0的時候是自發 那基本上只是一個 一項調整而已 從universe等於這個這個 對不對 system加surrounding 那surrounding我們剛剛又說 它等於-delta h-t嘛 代換一下 然後把t一項之後 多一個負號就變成這個形式了 也就是說delta g 跟delta s的universe 有這樣一個關係式 那所以delta g的符號 跟universe entropy change的符號 一定是剛好相反 也就是說這邊是大於0的時候 它確定 確保delta g一定是小於0 ok 所以符號這邊寫在黑板上 大於0表示非自發 等於0表示在平衡 然後小於0表示它是自發 好 那我們決定這個反應是不是自發 它這邊有沒有給我們任何的資訊 說這個自發反應是多快發生的 發生的快不快 沒有 那一個部分的話就是我們之前跟大家講的 有在動力學的範疇 動力學的時候第15章那邊討論的是 這個反應它多快發生 它隨著時間如何變化 那這邊的話呢 它只告訴你了它會發生還是不會發生 是自發還是非自發 但是它沒有告訴你說 它這個反應就算是自發的話 它會發生的多快 多慢 OK 所以有可能對一個自發反應來講 譬如說那個石墨會變成鑽石 它是一個自發反應 但是呢 它的那個反應的速率太慢太慢了 在我們的lifetime永遠不會看到 這件事情的發生 好 好 那跟溫度的關係呢 其實也是一樣的 其實原則都是通的 你只要去想 不要死倍 這不要死倍喔 好 你去想 ΔH 等於Δ ΔG等於ΔH-TΔS 所以這個兩個都是正 這個一正一負的時候這個 蛤 就一定是正的 對不對 那這邊正這邊也正的時候呢 不一定 你就要看溫度 一樣是看溫度 對不對 來決定 好 那如果一樣是負的時候呢 也是要看溫度 那一負一正的時候呢 負的 對不對 OK 好 就這樣 所以有兩個 當他們這兩個term符號不一樣 開始有抵觸的時候 那就是看溫度 看所屬溫度 來 我們看一下這一個 A liquid is vehiculized at its boiling point 一個液體然後它沸騰 在它的沸點上 那下列的那個符號 W W W公嘛 負的 對不對 為什麼 對啊 因為它是膨脹 膨脹的話 W不是等於負PΔV嗎 啊ΔV增加 所以它是負的 Q呢 啊 吸熱嘛 所以正的 啊ΔH 正 ΔS 通常如果沒有寫 沒有特別寫 它是universe 還是system的話 就是system的 那除非有特別寫 surrounding或是universe 所以對system來講呢 從液體變到氣體 所以它增加 對不對 對surrounding來講呢 減少 因為它的熱給了體系了 那 ΔG呢 因為它剛好at 它不是說above 或是below 它剛好在bottling point的時候 所以它是一個平衡狀態 液體到氣體的 跟氣體到液體的 的速率是一樣的 平衡 好 再看一個 對於氣體 A2 跟B2反應 變成ab 這樣一個化學反應 the bound energy 先看完好了 at constant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定溫定壓下 那麼 ab的界能 i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of ether reactant Ether reactant 那 所以 對於delta H 對於delta H 它是應該放在C的 它最後一句說了喔 ab的界能 遠大於 a跟b的 a跟a的本身的界能 還有b跟b本身的界能 所以它一旦ab形成 建之後 你想它應該是變更穩定還不穩定 啊 更穩定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ab它建能很強嘛 所以表示它是一個放熱 對不對 根據這句話 the bound energy is much greater than ether 所以你一旦 a跟b形成建的時候 它是很穩定的 表示它是所處是在一個 比較低的能量狀態 所以是負的 那surrounding呢 surrounding我們不是說了嗎 它跟delta H的符號會是相反 所以delta H是負的時候 表示surrounding是正 那對於一個 對於這個體系來講呢 它的entropy呢 溫度有沒有變 你看喔 它本來是一個a 一個b 兩個分子 反應之後 變成ab 幾個ab 兩個 那所以 沒有變 沒有比較亂 對不對 但是還是一樣的 好 所以delta S等於0 那所以這邊正這邊0 所以delta S就是正的 熱力學有幾個定律啊 3加1個 3加1 就是它有一個第三定律 第三定律完發現 還有一個D0定律 對 D0定律在講什麼 如果A跟B相等 A跟C相等的時候 那麼B跟C也相等 對 這是D0定律 雖然聽起來好像是我們的常識 但是其實它在這裡 它有一定的重要性 就是有這個定律必須要假設 很多的事情才能夠合理化 所以它也是一個定律 所以它也是一個定律 那第三定律咧 第三定律 講什麼 在0K你想一下 在絕對零度的時候 分子有沒有動能 蛤? 分子沒有動能 所以它沒有散亂的這種motion 沒有random motion 所以所有的物質應該都是怎樣 靜止不動 處於一個完美的精型 這是第三定律 絕對零度存不存在? 不存在 對 所以 也因為它不存在 所以我們的世界上 有這麼多的這個變化可變性 不然如果是在絕對零度的時候 整個世界是會在靜止的狀態的 所以第三定律很重要 它確保了我們所有的這些 不在絕對零度的時候 不是處於一個完美精型 不是一個完美的狀態 也因為它不完美 所以更多彩多姿 這邊喔 這一張看完 第三定律跟絕對 絕對亂度有關 第三定律講的是 The entropy of a pure 這個純粹的絕對完美的精型 在零度的時候 它的亂度是零 因為它很完美 它根本沒有亂度嘛 它都是完全規則的 排列的 所以在絕對零度的時候 The entropy of a pure perfect crystalline solid at zero Kelvin is zero 那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世界不是在絕對零度 不是在絕對零度 所以不會有 有solid 它是在entropy等於零的狀態 它只是確保有一個bottom line 所以這個定律 它確保permits us to measure the absolute value of entropy for substance 它可以讓我們有一個基準嘛 在零度的時候 entropy是零 那在不同的溫度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量測它的entropy 然後在不同溫度之間 它的entropy的change 它的改變 改變量 因為它讓我們在零 有一個絕對的基準 參考的基準 零度的時候的那個crystalline 完美的精型它就是零 有一個基準了之後 你才能去量測 才能去測量它的delta s 對不對 delta s 所以你要去得到一個絕對值的話 你要把它假設它現在冷到零度 然後去量 好 這是第三定律 所以我們三個定律都交代好